恩與同路人 今次的嘉賓是盧健行牧師 我們很想讓他看到 人每一個人都有用 只不過你一直以來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當你了解到他的時候 甚至你了解他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後面他所謂惡襲的事情 其實很多事情可以很容易去解決 其實我的年輕人都清一色都是單親家庭長大 他們來到認識我 有時看到他們一言九鼎 一開始的時候我說一句他鼎九句 但當後來到了現在他們認識了耶穌 人改變了時 反過來他們很想把這麼好的訊息 說愛的訊息 帶給他那個不可愛的父母 誠邀請你收聽未來的恩與同路人 為了所以為了解 他人經過的不愛 他人的祝福 是最重要的就是 漫長的事 如果視乎所謂的事 從這一頁